资源管理器多标签页 系统级别的实时字幕 更方便的窗口分屏 更多彩的输入法 微软的Windows 11更新到了22H2 没跟了吗? 点击开始菜单 你可以以这样 这样 这样的形态来呈现应用 也就是改变已经固定到开始菜单的应用 和推荐应用的占比 你可以在设置 个性化 开始当中直接选择 你终于也可以像从前一样 拖拽软件图标创建文件夹 取个名字 分组排列 点击所有应用 现在也终于又可以把软件拖拽固定到任务栏上 方便快速打开了 也包括可以直接拖拽文件到任务栏上特定的软件中 快速打开 鼠标光标划过任务栏的时候 不止已经打开的软件应用会展示缩略图 搜索会展示最近的搜索历史 多桌面图标会展示所有的桌面 小组件图标会展示全部的小组件 一年之后这个小组件还是没有什么更新 少的可怜的几个应用 还有的无法使用 其他的全是不能关掉的新闻推送 如果你还记得Windows11默认的是 开始菜单和应用图标居中 把它设置回去你会发现 这个小组件图标赖在这里不走了 好在你还是可以在设置当中直接关闭 对了更新后的搜索框也想给你推点新闻 如果不喜欢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在搜索设置当中关掉搜索要点 然后它会回到这个样子 如果你还记得小娜 它早就不再开始菜单 而且已经可能完全傻掉了 点击并拖动一个窗口时 整个窗口顶部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交互 像个灵动半导 拖住 松开 拖住 松开 把窗口贴靠上去 会呈现多窗口分屏选项 你可以把窗口 拖放到任何一个组合的任何一个部分 实现快速分屏 相比之前把鼠标放在还原窗口上悬停 再选择分屏方式的做法 不能说更方便了 只能说更有意思了 想要更快 你可以按一下Windows加Z 然后快速按下对应的数字键 对了 你也可以把鼠标光标放在分界处 拖动分割线 按照你的需要来调整窗口大小 在之前的Windows11版本当中 按下Windows加Tab 会呈现全屏的多任务以及多桌面 按下Alter加Tab的UI是类似的 不过只呈现全屏的多任务 22H2不同的是 按下Alter加Tab时不再全屏 但强调的效果会更明显 如果你之前给窗口分过屏 使用Windows加Tab或者Alter加Tab 现在可以帮你快速选择这个分屏小组 像这样 你现在仍然可以使用Ctrl加Windows加D 快速新建一个桌面 以及使用Ctrl加Windows加左右方向键 在多桌面之间快速切换 但这个反馈感其差无比 新建了就像没有新建 切换了就像没有切换 就算22H2修复了上一个版本 不能单独修改桌面背景的功能 也没有多大用处 如果你记得Windows10之前的某个版本 切换多桌面的时候会有左右滑动的平移反馈感 类似于MacOS的多桌面切换 现在你最多只能Windows加Tab 然后鼠标点选 稍微感觉舒服一点 在多任务切换当中 资源管理器本来上新了一个多标签页功能 但可能因为没有开发完全 这次的22H2并没有开放 但如果你想提前用上 可以使用给Tab上一款叫做Vive Tool的工具 谨慎打开 多标签页功能可以让你像在浏览器当中一样 通过Ctrl加Tab快速切换 目前好像不能拖拽分离 按下Windows加E打开资源管理器 原本默认的快速访问 现在变成了主文件夹 由快速访问收藏家和最近使用的文件组成 这个叫收藏家键 不知道是不是官方汉化的疏漏 你可以在任何文件上单击邮件添加到收藏家 或者在任何文件夹上单击邮件固定到快速访问 然后它们都会出现在主文件夹 让你快速把握 如果你一点都不喜欢 还是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在选项常规当中 设置打开资源管理器的时候默认打开此电脑 设置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现在还能选择打开资源管理器时默认打开OneDrive 不止如此 点击左侧栏的OneDrive 右上角也添加了一个OneDrive图标 你可以实时查看文件同步状态 你的空间余量 设置 或者进入网页端来做更多设置 虽然OneDrive的网页端你永远打不开 Windows 11的上一版本中 所有的文件夹图标都是一片土黄 22H2终于迎来了文件加缩列图的回归 看起来更顺眼了 其他的更新我们快速略过 在上一版本的Windows 11当中 有一个实时字幕功能 但一直没有出现相应的空间 直到22H2 点击右下角这里 然后找到辅助功能 找到实时字幕 直接打开开关 或者在设置中找到对应的功能 又或者直接按下快捷键Ctrl加Windows加L 打开之后 你就可以拥有系统级别的实时字幕功能 看视频或者听音频 都可以直接呈现字幕 可以自定义字幕的样式和颜色 并且支持麦克风 而且还能检测脏话 但目前只有美国英语能用 其实实时字幕功能 早在无人的PowerPoint当中就已经有了 并且支持多国语言和实时翻译 我们正在用PPT引示实时字幕 所以系统级别的多国语言实时字幕和翻译 是有可能实现的 如果微软的那个神秘部门不参合的话 另外在辅助功能 语音当中提供了一个语音访问功能 开启之后 你可以语音控制电脑进行些小操作 但暂时也只支持美国英语 另外辅助功能当中的讲述人也添加了几个有人味的语音 在右下角点击时间和日期 下方这里还出现了一个专注模式 实际上就是集成了时钟当中的一个计时专注功能 你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开始专注 在设置中找到系统 可以看到专注的设置选项 你可以设置在专注的时候是否显示计时器 是否隐藏锁屏提醒和应用闪烁 以及是否启用请勿打扰 这和原来的误扰模式是两种不同的功能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微软上一个在日历这个位置添加的功能是快速添加日程 输入法更加丰富 在设置、个性化、文本输入当中 你现在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或者自定义主题 自定义候选窗口的背景、大小、字数、字体等等 这个效果也会同步应用到表情输入和语音输入面板 如果你用自带的照片应用查看图片 现在可以同时打开多张图片 对比筛选 大量的图标和UI界面都被统一到了Fluent Design当中 此电脑、网络、回收站、快速助手、沙盒等等的图标 程序和功能、网络等等的界面 音量、麦克风、相机甚至飞行模式的状态条也更统一 还有几乎所有的右键菜单 虽然有时候你按住Shift再点击鼠标右键 还是可以看到传统菜单 按下Ctrl加Shift加ESC 任务管理器也被换成了新UI 另外还新增了效率模式 选择支持的软件并给它设置效率模式 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高资源消耗的软件和进程 当然也可能造成你的软件运行不稳定 一些小操作也更加快捷 鼠标光标放在右下角音量图标上滑动滑轮 就能快速调整音量 点击这里的蓝牙图标 就可以快速管理蓝牙设备 使用快捷键Windows加Order加K 可以快速控制麦克风开关 在资源管理器中选择某个文件 你可以使用Ctrl加Shift加C 快速复制它的路径 除了OneDrive 更多的微软服务都被集成到了系统当中 比如在设置帐户当中 你可以看到你正在使用的Microsoft 365 或者Office服务 具体的期限以及余量 锁屏时你可以继续控制媒体的播放和暂停 但好像连进度条都没有 在个性化设置界面 你也可以选择Windows聚焦 自动更换桌面图片 在系统、声音当中 你现在可以对声音设备进行更多操作 如果你刚好有一副AirPods耳机 现在它的声音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如果你的显示器支持HDR 现在也支持HDR校准 当你任务栏上的图标固定的太多的时候 会显示出三个点 点击、出现二排 但没有几个人会用到这个吧 对了,在Windows11当中 用Android应用 微软是和亚马逊合作的 原先大概支持1000多个应用 现在支持大概2万多个应用了 但国内朋友们面临的情况就是 无法使用 对了,其实微软还把自家的视频编辑器放入冷宫 收割了一个叫做ClipChamp的编辑器 有很多可以直接使用的模板和傻瓜的编辑方式 还把微软自家的AI配音工具也集成在了这里 输入文字就行 注意看 这个男人叫小T 他正在使用Windows1122H2 如果你想要打开这个多标签页功能 在Github下载好这个工具 解压到对应的文件夹 然后我们搜索命令提示符 单击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先输入CD 空格 然后粘贴文件夹对应的位置 之后分别输入这三行代码 回车 重启 就可以了 不过要谨慎更新啊